在永吉规范低保发放流程赢得百姓拥护 科学规划闲置土地增加集体收入 在盘石银信部门推出新项目 助力村民融资筹款 在长春记者走访蔬菜专家 指导菜农防治辣椒疫病 农村经济专家做客演播室 点评热点项目 解读汇农政策回答农民问题 乡村四季12316即将播出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 各位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乡村四季12316 我是王亮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是农村经济专家徐丽 徐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农民朋友大家好 永吉县金家满族乡 伊勒门村党支部书记沙智勇上任后 规范了低保护评选流程 赢得了村民的认可 随后他又推出了乙村养村的发展理念 村看村 户看户 群众看党员 党员看支部 农民最关心的就是如何走出一条致富之路 这是伊勒门村民对沙智勇的期望 金家乡很久以前就是吉林市的优质水稻生产基地 但是麦良南却一直困扰着当地农民 价格忽高忽低 盗农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看到这些 沙智勇回到家乡 创办了一家米业加工企业 帮助农户解决麦良南的问题 后来沙智勇发现 通过一家企业能帮助的乡亲太有限了 随即他提出了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 以村养村的发展理念 把村里有几个闲着土地进行流转 我们村部整体二楼 不管通过培训 还是各种会议 它增加收入 我们通过产业带动又增加一部分收入 我们成立了一五联合合作社 合作社有五台大型收割机 每年通过自己去收割再卖粮 这个增加一部分 所以我们年收入能达到五十万左右 基地收入 以村养村的发展理念经研究确立后 沙智勇开始按照织布加合作社 加农户的发展模式 整合优质资源 流转土地二百六十公顷 成立合作社 充分利用地处印马河水系 和星星绍水系的地域优势 大力发展绿色精品稻米 种植了三个水稻高产品种 通过打造自己的品牌 产品现已远销全国二十多个省市 为增加村民收入 沙智勇经常组织村民外出务工 培训全村妇女学习育婴面点技术 参加培训的人员经考核后 获得了上岗资格证 在扶贫过程中 沙智勇经常鼓励贫困户 靠自己的双手脱贫致富 村民赵向军曾是村里的贫困户 家里有七亩地 还有二十万元的外债 一天八九不回家 我就是玩 在得知赵向军的家庭情况后 沙智勇找到了赵向军和他谈心 为鼓励赵向军 沙智勇自掏腰包 拿出了六万元钱 帮助赵向军流转了土地 种起了玉米 在沙智勇的真诚感召下 赵向军用了三年的时间 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去年我已经挣了二七万 存的毛的卖将近五十万 我家有买的牛 又买的车 所以现在村里有了 完了加钱有了 村里有了 现在也不耍钱 春天乐了喝了 就是包地总理 在沙智勇和村干部的 共同努力下 伊勒门村于2020年底 已完成脱贫任务 扶贫的过程虽然艰辛 但是看到家乡的 父老乡亲的日子 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沙智勇的内心 无比充实和满足 有这么多村民在支撑你 有这么党委政府在支撑 这绝对是个动力 有这种动力就感觉到 自自不倦 就像混着又死不完 流转村里的闲置土地 这是伊勒门村 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 徐老师 那么对于村里的这些 闲置土地 机动地 村里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来进行经营管理呢 首先咱们村里面 这个闲置的土地 有几种来源 一是二轮土地承包 咱们一流的机动地 二是呢 就是咱们依法 从农户手里面 收回的土地 三是村里面的一个四荒 那么这些土地呢 咱们可以采取几种方式 进行经营 一是由村党支部 领办创办的合作社 进行统一经营 二是可以 通过招商的方式 由其他农业企业来经营 第三呢 可以流转给 咱们本村的农户 那么无论是 村里统一经营 还是招商 还是农户经营 咱们这个流转方式 一是公开竞价 二是呢 咱们采取那个 定价这种方式 来保证 全村农民这个合法权益 保证全村农民的 利益 这样呢 才能保证咱们土地流转 规范化 制度化 也保证农民有一定的收入 另外我们看到一乐门村呢 它是采取了一个叫党支部 加合作社 加农户这样的一种经营方式 那么比以前呢 就多了一个党支部 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合作社呢 这是从去年以来 咱们神秘组织部和相关部门 提倡的一种经营方式 所以我们所说的党支部领办创办合作社 首先呢 就是你这个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 需要你村党组织的书记 第二呢 他这个领办创办的合作社 要与咱们农村那个产权制度改革 新成立的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 相结合 往了大多数许多农民参股 来成绩咱们这个合作社 第三呢 通过这种合作社这个发展 来带动咱们乡村产业的发展 另外呢 他这个收入要除了汇集成员之外 还要使全村的农民有分红有利益 所以这种方式呢 现在正在咱们全省蓬勃开展 有许多村在领办创办合作社中 也对当地的乡村振兴产业发展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好 感谢徐老师 也希望在党支部的引领和帮助下 合作社销售渠道场通社员收入增加 而要保证农产品销售场通 合作社的诚信经营也非常关键 这一点呢 在农民融资贷款的时候更为突出 为帮助农民快速争取到贷款扶持 盘石农商银行推出了整村授信业务 曾彪家住取柴和镇 自2019年开始饲养黄牛 在积极的外部市场环境支持 和自身的精心喂养下 黄牛从最初的15头 发展到现今的24头 看到希望的曾彪 还想继续扩大养殖规模 前不久 他向当地农商行申请了信用贷款 令他发愁的资金问题得到解决 找到咱们取代河镇这个农商行 跟他们说明一下情况 然后是行长和他们幼员 直接到咱家来了 问了一下有什么困难 完了对资金方面给了一下扶持 陈彪就是整村授信的授意人 据了解 整村授信惠民工程 积极对接现与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开展评级和差异化授信 信用村和信用户有资金需求时 可在授信额度内随用随贷随还 并可以享受优惠利率 截至当前 磐石农商银行已在松山镇富安村 仁河村 取柴河镇王家街村 全面启动整村授信 共授予信用额度3256万元 用信620万元 年初以来累计为现与经济发展 发放信贷资金11.7亿元 谢老师 现在无论是对工还是对私的业务 对这个征信的要求都很高 如果这个个人征信产生了不良的记录的话 会有什么后果呢 首先咱们农民要了解 产生不良记录的几种行为 一是你消费记录不良 二是你借款一起 三是信用卡没有按期还款 四是法院或者行政处罚 没有按期进行执行 或者是还款或者是有些行为没到位 那么产生这些因素了之后 就有可能造成什么影响呢 就是你今后如果说你在任何一家银行 产生不了记录 无论是信用卡和贷款一起 那么你所有在所有的贷款平台上 无论是商业银行和咱们国有政策性银行 都贷不着贷款 第二就是你对于法院和行政处罚 没有按期进行执行的 就是没有按处罚决定去做的 那么就是咱们农民新农熟成的老赖 可能是你坐飞机坐高铁票都买不了 所以说对你整个行为影响非常严重 那么怎么样杜绝这种不良记录产生呢 第一咱们如果是贷款的话 你一定按期还本复息 第二个在信用卡这方面 因为年轻人用力比较多 我有一个建议 一是年龄稍微大的 不怎么会用手机银行的 就不要用 因为信用卡它很多银行 比如说什么广发了 什么普发了 它在本地咱们这个营业网点特别少 你找不着 特别是农村这种银行在没有营业网点 只能通过手机银行进行那个还管 所以你不会的话 到时候你就影响 另外一个尽量不要信用卡还管 尽量不要还最低额 你最低额也要造成你这个信用记录 人家银行感觉你这个还管能力差 对 所以说这些方面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年轻人特别忽视的 就你住在楼房 什么物业费了 取暖费了 我欠了几年不还 长期以来如果说人家这个物业造法院起诉你 你也属于信用不良记录 所以这些方面咱们都应该杜绝 保证咱们农民这个信用是良好的 在你这个人生这个信用上 如果不好的话 你发展产业那受到影响相当大 好 感谢徐老师 我们接着往下说 眼下进入雨季 辣椒碗疫病进入了高发期 日前记者找到了蔬菜专家乔洪雨 请他给蔡农讲解一下 辣椒疫病是一种高温高湿性病害 通常发生在连续降雨之后 不仅会造成大量烂果 还会出现植株枯死现象 辣椒碗疫病是辣椒生产过程中的主要病害 遇到阴雨天或者低洼地块 病害会加重 辣椒根系本身就是比较娇气 老板说不来烙也不带汗 那么尤其雨后 那么你要是泡水达到两到三小时以上 那么你这时候它大量的发生 所以在我们这个辣椒生产户注意 就是说一定要注意进入雨季之前 一定要就是说 首要的就是说 你要把这笼培高 不要添加这个积水 此外 种植地块的选择 也十分关键 不要选择这个重复的地块 我们在整个辣椒呢 就是在进入雨季之前 适当地进行这个药剂保护 那么是很行之有效的 雨水较大时 辣椒地一旦发生过水 需要及时排烙 并且喷药预防 专家提示 在喷药时要注意喷洒完全 辣椒植株周围的土壤和地膜上 也必须喷洒周到 并且在发病初期对病株进行灌根 这样才能起到有效的防护作用 爱飞行动 行动比语言更重要 吉林广播电视台 爱飞行动健康中国大型公益活动 7月4号走进松原 著名二人传表演艺术家 韩子平登台现役 精品散 来就送 白面豆油补费完 抽就重 互动游戏有好理 白种药价降到底 7月4号 新火医药常宁店不见不散 活动热线时0431-8681-9900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在长春 省里推出系列政策 深入推进乡村油产业 全力打造升级版 在双疗 针对玉米鸣危害 推出生物防治措施 乡村四季12316正在播出 欢迎回来 日前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 解读关于推进乡村旅游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为打造我省乡村旅游升级版 部署重点任务 据了解 意见共分为五个部分 坚持三产融合 立足生产生活生态三产同步 围绕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 推进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 实施乡村旅游十百千万工程 计划到2025年 全省乡村旅游规模扩大 品质提升 基础进一步完善 贡献显著提高 接待人次 收入 年级分别增长 20%和25%以上 2016年以来 全省乡村旅游持续升温 逐渐形成了 以冰雪旅游为代表的白色 以农耕文化为依托的黑色 以生态旅游为基调的绿色 以丰收时节为特征的金色 以弘扬抗连精神为主要文化内涵的 红色等五色产品体系 打造了吉林神荣庄园 输兰二和雪乡 沿边金达兰朝鲜独民族村 临江松林雪村等一批乡村旅游发展点范 为打造我省乡村旅游升级版 省里在资金支持 在用地保障 人才培养 优化环境等方面 推出了扶持政策 支持各地开展政策制度创新试验 破解制约瓶颈 加强试点示范 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 以点待面 打造乡村旅游样板 在实施意见的政策支持方面 我们看到这样一项 在用地保障上 通过点状批地 点状工地 租让结合旧房集体收购 和土地复墾等方式 支持乡村旅游建设用地 居老师 那么想开发乡村游的企业 如何借力发展呢 这个政策 对于咱们发展乡村旅游 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许多发展乡村旅游的 无论是公司 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它都存在一个 建设用地不足的问题 那么现在咱们采取点状用地 点状批地和租样结合这种方式 解决了咱们建设用地 这个难和审批难的问题 何谓点状批地呢 是指咱们如果发展乡村旅游 咱们需要两公顷土地 不过你原区就是两公顷 但实际上你停车场和你这个住宿 用地可能就需要两亩地 那么咱们就批准两亩为建设用地 其他那个土地正常经营 这样就减少了建设用地的 一是面积 二是减少减轻了审批难度 这是点状和点批都是一个意思 第二个呢就租样结合 那么至于大的发展乡村旅游的企业 它不在本地有土地 那么你就采取第一是租赁农民的土地 第二呢农民可以把自己的土地 包括它那个咱们农民 这个集体建设用地的住宅 就是宅基地转让给它 租给它卖给它 那么咱们现在在国家 这个宅基地使用政策的其中一点 就是我可以和农民合作建访 用于发展产业 就是说这个政策租和转让都可以 解决了建设用地不足的问题 那么咱们乡村旅游就能一是保重质量 你来的十几辆车二十几辆车 都有地方停 是 都有地方住 都有地方吃饭 建设用地解决了 那么加大投入把这个乡村旅游 上档次 上水平 那么就能吸引更多的城里人 来这个去旅游 去享受咱们吉林的美丽山水 把咱们乡村旅游才能做大做强 好 感谢徐老师 我们接着往下说 连日来 九台双辽等地采取修桥铺路 农季培训等方式 为村民办实事 帮助农民提高生活质量和种植水平 在双辽市东明镇 农季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开展了水稻栽培技术培训活动 科学管理水层 即以潜水灌溉为主 以便增加地稳促进早生困乏 合理使用分解肥 防虫方面 主要防止水稻二化名三化名的发生 要既使用 一定要在把解期以前使用 讲解过程中 农业技术人员强调了肥水管控 田间除草 并从海防治等技术 将各项增产增效技术 落实到户 传授到人 确保粮食丰收 积极组织农业技术人员 深入到各村 对现阶段水稻分裂 水城管理 施肥 并从海防治方面 进行专门技术指导 帮助农户 把水稻管理到最佳状态 在九台区七塔木镇 冯家村东河桥的施工现场 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 进行工程建设 作业生引来附近的百姓住俗观看 提起修桥这事 大家纷纷点赞 这座大桥的修建 是我们冯家村 从历史上到现在 梦寐以求的事情 过去这座大桥 没有修建 严重制约了冯家的经济发展 卖粮非常困难 出行非常困难 雨天过不去和 东河桥位于其他木镇 冯家村的交通要道 这条路是冯家村 三百多户村民出行的 唯一通道 建成后 不仅可以解决群众出行难题 还将进一步促进冯家村 经济社会发展 提升百姓生活质量 通过了修了这座大桥 涉案出行带来了很大的实惠 来看一下微信问题 吉林的两位观众 咨询植补款的有关问题 今年的植补钱 什么时候下发 现在打进植补卡里的钱 是地补还是两补 徐老师 咱们全省耕地地理保护补贴 基本上都下发下来了 那么个别的地方没有到 就是乡镇财政这块 可能速度有点慢 第二个打入 现在打入农民植补者里面的钱 就是耕地地理保护补贴 就农民说的地补 包括粮食植补 综合补贴和两种补贴 标准和每年基本上吃品 好 感谢徐老师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社区的大爷大妈注意了 小区的大哥大嫂注意了 村里的老少爷们注意了 看先锋剧场电视剧送大礼了 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或者扫描二维码进群回答问题 都有机会中奖哦 你也可以在家看剧 坐等主持人上门送礼 只要你看到乡村频道的电视剧 告诉您 这些礼品 消费免费送给大伙 关注乡村频道电视剧 每天好礼送不停 欢迎回来 接下来看一下今天的供求信息 画电视长山镇的养牛户赵先生 打算长期收购画电视附近的甘草饲料 第一由想收五到十吨 手里有货的朋友可要抓紧联系了 拿出质量上升的甘草 把头三脚踢出去 没准还能拉个大主动呢 联系电话是13596291533 吉林市昌义区温泉村的两位村干部 打算出售路边美花用的花苗 至于花苗长啥样 看图你就明白了 别说还挺带劲的呢 价格还不贵 一颗花两毛钱 最主要的是 这些花苗是村民增收的项目 谁需要就多关注一下呗 买多买少都是在做好事啊 联系电话是15144255959 前安瓜农李文江 这段时间可好顿忙活 绿色香瓜开圆之后 东奔西跑就送不过来 只要是想品尝着贴着标志的香瓜 那就打电话唠尺唠尺呗 快递也方便 一个电话瓜就到假了 联系电话是187-4384-8688 吉安的赵秀红朋友打算出售蜂蜜 得意这口的朋友可要注意听 这些蜂蜜可是中华蜂 历经春夏秋三个季节酿造而成的 那肯定能遭遇这儿啊 联系电话是137-0435-2830 接下来看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 6月29号天气 长春 雷震雨转多云零上27-19度 白城 多云零上29-19度 松园 小雨转多云零上29-19度 四平 雷震雨转小雨零上27-17度 辽园雷震雨转小雨零上26-17度 吉林雷震雨转多云零上27-18度 通化雷震雨转小雨零上25-18度 白山雷震雨转多云零上26-15度 延吉多云零上27-16度 长白山池北区雷震雨转多云零上24-12度 梁市主产区天气预报 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 小雷震雨零上18-25度 30号夜间到7月1号白天 中雨转小雷震雨零上19-25度 7月1号夜间到2号白天 小雷震雨零上19-28度 7月2号夜间到3号白天 多云零上19-27度 7月3号夜间到4号白天 小雷震雨转多云零上18-25度 接下来我们连线记者刘佳 听一下专家的生产指导 你好刘佳 你好主持人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很多农民朋友都十分关注 这个农业保险的问题 那今天我们有请到了12316的孙嘉志老师 给大伙说说土地保险的事 近期接到了很多农民朋友在问 为什么今年农业保险开办得这么晚 也就是说今年农业保险 是咱们省领导小组 6月2号的时候才正式下发文件 因为咱们今年的农业保险 这个玉米 水稻 以及咱们这个肉牛 这保险的保额又所调整 所以说今年农业保险开办得比较晚 也就是说6月2号的时候 省领导小组正式下发文件 各保险公司才正式下去收费 也是在这期间 因为咱们这个种地都是在五一前后 都已经种地了 在6月份的时候 咱们苗期已经起来了 在期间可能有些地区 因为咱们前期雨水比较大 尤其有些地区遭到了 这个保宅的打 有些地方打得非常重 但是在此提醒各位农民朋友 也就是说首先 如果你认为你的地打得非常重 但是没有达到毁重的情况 就是你还没有毁重 这个时候你需要第一时间 向你的村上去报案 也就是说在你交完保费的情况下 第一站村上报案 村上会第一时间联系保险公司 你跟他说 你说我这个地遭到保宅 打得非常重 只剩了一个心了 到秋天的时候 一定会影响我的损失产量 这个时候需要让保险公司 来提前来做一个查看备案 以备在秋天的时候 咱们可以进行一个 集中查看的时候 到你家重点去查看 给你测散 来确定你最终的损失 第二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如果你砸的已经 苗芯都没了 我们需要毁重 这个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事情 比如说你毁重 你保的面积是多少 大家可能如果你保了一层地 你只有一亩地 发生了毁重 这个时候你只有这一亩地 要据算你的部分损失 同时 因为咱们没有到秋天 没有到最终的 这个收获的时候 也就是说 在咱们六月份的时候 之前 之前 这个苗芯的时候 咱们的保险公司 赔付只会赔付70% 也就是说不是全额赔付 所以说大家这块一定要注意 也就是说最终 你获得多少赔款 要根据保险公司 和你们共同的查看 根据你们的损失程度 来确定最终的赔款 孙老师特别提示大家 发生意外情况 一定要及时的报案 不要过度的恐慌 好 主持人 我们这边的情况 就是这样 有农民咨询说 牛主船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连线 畜牧专家高光老师 高老师 您好 毒牛啊 出现这种喘 多半都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抑物性肺炎引起的 肯定是肺子有问题了 那么呢 你要把体温量好 如果体温要是高了的话 超过40度了 那么呢 首先要用药电温 给一些降温的药 同时呢 用一些像咱们 经常使用的一些 头包类的 给一些抗生素 同时配置一些 提高机体抵抗力的呢 像黄金多糖啊 打点浮沫 你好配置一颗食 就可以了 好 感谢高老师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 微信问题 四评的林海洋咨询 繁育母牛超过30头 有没有补贴 每头牛补贴多少钱 徐老师 繁育母牛超过30头 没有补贴 它只能有一个 就是繁育母牛 那个饲料补贴 每头牛 每年是600块钱 这个补贴吧 咱们必须得是500头以上 完了之后 享受20万到80万不等 繁育母牛的补贴 另外咱们繁育母牛 把它注销掉 徐老师 首先 因为咱们注册家 首先这个不是太容易 要求条件挺具体 你既然注册了 我想如果今后 你保证永远不做农业 或者是不经营了 可以注销 如果说在隔一两年 你还想做农业 我建议不用注销 还保留 还保留 你可以作为歇业 到咱们市场经济管理部门 做一个歇业处理 就可以 农安的网络咨询 大学生返乡创业 有没有优惠的措施和补贴 这个在咱们前五年 咱们吉林省出台了一个 返乡大学生创业指导意见 在这个里面 对于大学生创业 第一是注册 第二是贷款 第三是培训 第四是个人 你这个咱们说的 五险一金这个补贴都有 你可以查查相关的政策 另外也可以到当地的人力资源 保障部门去咨询一下 补贴是很多的 就看你自己发展的产业 适合哪项补贴政策 还得看具体要发展什么产业 对 下面一个问题是 双阳的小路咨询 我是一名养猪专业户 请问养多少头猪 可以享受到补贴呢 这个也是咱们 基本上咱们是生猪这块 就出兰猪这块 200头以上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